父亲隐匿了长达八年之久的私生子,终究被母亲察觉。母亲毅然决然地要与他划清界限,即便净身出户也毫不顾惜。这一回,我拦住了母亲,原因在于我是重生之人。父亲身患绝症,命不久矣,只要熬到他离世,其名下的所有资产都将归我和母亲所有。月月,倘若爸爸妈妈分道扬镳,你愿意跟随妈妈吗?当妈妈再度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时,我终于不再感到为难。 我坚定不移地告诉他,妈妈,不要离婚。妈妈眼眶泛红,说道,你知道吗?你父亲外面的那个孩子仅仅比你小半岁,妈妈如何能咽下这口气?离了婚,眼不见为敬。你跟妈妈一起好不好?妈妈如今只有你了。妈妈又说自己做得不好。我询问缘由,只因为我是重生归来。上辈子,爸爸妈妈离婚,为了争夺我的抚养权,妈妈净身出户,一分财产都未索取。 妈妈和爸爸白手起家,打拼得来的房子、钱财以及公司,悉数落入那对母子手中。在爸爸和妈妈离婚两个月后,爸爸便因胃癌晚期去世。 之所以让妈妈知晓那对母子的存在,不过是因为她即将离世,她要为私生子铺就道路,又不舍得妈妈分走一半财产。她坚决要我的抚养权,妈妈为了带我离开,只能放弃他们共同奋斗多年的财产。 前脚刚拿到离婚证,后脚她就与第三者领取了结婚证。她去世后,第三者母子合法继承了她的所有财产,而我和妈妈却被第三者赶尽杀绝。 妈妈无论是创业还是工作,都被他们搅得一团糟,甚至连摆地摊,都遭到地痞流氓的针对,只因他们从中作梗。 妈妈为了养育我,不得不去陪酒,甚至陷入封尘之地。第三者折磨妈妈长达十年之久,终于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,妈妈从二十一层高楼纵身月下。 妈妈去世后,第三者仍不放过我,她花钱找人在学校霸凌我,颠倒黑白,声称我是私生女,妈妈才是插足她感情的第三者。 我无父无母,孤立无缘,在一个恍惚的夜晚,被急驰而过的大货车撞死。 而围剿我和妈妈的资本,正是第三者从爸爸那里继承而来的财产。 这辈子,我要守护妈妈,不让那卑劣的男人得逞。 妈妈,你相信梦境吗?我将曾经发生的事情逐一向妈妈诉说。 妈妈喃喃自语道,妈妈不会将自己物质化,去做那等低贱之事,更不会抛下你一走了之。 我深知这一点,但走到绝境之时,又有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抓住那唯一的一根稻草呢? 即便那根稻草沾染了污秽,也只能捏着鼻子紧紧抓住。 妈妈因爸爸的背叛欺骗而心灰意冷,对公司事物疏于管理。 爸爸正是趁着这段时间,一方面假意挽留妈妈,让妈妈误以为她对自己仍有情意, 另一方面则趁机收拢公司,将公司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。 妈妈将信将疑,但对我的疼爱已然深入骨髓,即便我说的只是一个梦,她也会去查证。 妈妈回到公司。晚上,她和爸爸一同归来,爸爸的脸色紧绷,十分难看。 我凑上前去,问道:"爸爸,你是烟渣黄瓜吗?"爸爸气得胸口起伏,半天喘不过气来。 网友曾说:"出轨的男人就如同一根烟渣黄瓜,再喜欢也不能用。 妈妈连忙捂住我的嘴巴,说道:"少上网,不要胡说八道,学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。 我连忙点头。妈妈放开我后,我又问爸爸:"妈妈,你们还会离婚吗?" 妈妈笑道:"当然不会,妈妈已经原谅爸爸了。 随后,我们一家三口看似依然和睦。 爸爸的脸色轻一阵子一阵,他教训了我几句,晚饭都没吃就回了房间。 妈妈的手机响了一下,他去洗澡了。 我熟练地划开手机,第三者万灵前来挑衅妈妈。 他给妈妈发了自己和爸爸热恋恩爱的照片,言语刺激妈妈赶紧和爸爸离婚。 他骂妈妈是不能生育的母鸡,讽刺妈妈没有她放得开,不得爸爸的欢心,还说她和爸爸才是真爱。 当初若不是外公逼迫爸爸娶妈妈,他们才是名正言顺的一家三口。 我替妈妈回复信息,我不信,你的照片不会是合成的吧? 记得老袁左边屁股上有一个大黑痣,你发的照片里没有。 万灵居然直接发了一段火热视频过来,为了刺激妈妈,360度高清拍摄。 爸爸左边屁股上的大黑痣,清晰可见,真让人作呕。 我强忍着恶心下载原图、原视频,并用妈妈的账号发送到我的账号上。 吃完饭后,我打开自己的电脑,将视频和照片导入。 在爸爸和万灵的关键部位打上极为厚重的马赛克,然后发布到朋友圈,并配上文字。 阿姨说她技术很棒,妈妈就没她放得开。 现在爸爸嫌弃妈妈,要和妈妈离婚了,怎么办? 越不想成为没有爸爸的孩子,便嚎啕大哭。 点句PG,我还不到九岁,发这种不适当的东西应该不用进警局吧。 爸爸一边给妈妈打感情牌,万灵一边刺激妈妈,想让妈妈尽快离婚,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相。 我知道爸爸肯定会生气,却没料到他会愤怒到如此地步。 他一巴掌扇到我脸上,我的两颗牙齿飞了出去。 老天,真是太疼了。 不过,与被大货车从身上碾压而过的那种钻心之痛相比,这一巴掌就如同毛毛雨一般。 妈妈扑到爸爸身上,抓到他,把他的脸抓得像个大花脸,血印子一道道的,十分难看。 他勒令我删掉视频,我乖乖照做了。 不过,即便我删了也没什么用,隔了一夜,谁知道有多少人保存下了他们的视频呢? 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个经常站在吃瓜前言冲浪的阿姨们,相信他们的战斗力不会让爸爸失望。 爸爸骂妈妈,看看你交出的好女儿。 然后摔门而去。 我满嘴是血,妈妈边哭边要带我去医院。 我拒绝道,妈妈,有困难找警察叔叔。 妈妈心疼我,想先带我去医院,但还是被我拽着拖到了警察局。 一路上,我嘴里包着血水,到了警察局里面,我终于吐了出来。 我满嘴是血,身体颤抖着,像一个可怜的孩子。 一位漂亮的警察阿姨伸出手,手上拿着我握了一路的两颗牙齿。 我说,阿姨,月月要报警。 爸爸这么多年顺风顺水惯了,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进警察局,还是因为殴打自己的女儿。 功成名就这几年,意气风发的他哪里丢过这种脸。 他的脸一会儿轻一会儿紫,表情变幻莫测。 我的牙掉了两颗,脸肿得像个泡发的馒头。 警察阿姨说,我的伤势已经达到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度,如果我和妈妈坚持,可以处爸爸五天拘留或者罚款。 能把爸爸关进去,我求之不得,正好又给妈妈争取到五天的时间。 爸爸拿我发他私密视频说是,我连忙翻出自己的儿童手机,点开万灵和爸爸的视频,把亮度调到最大,给在场的叔叔阿姨们看。 我说,爸爸喜欢他,说他技术好,他还给爸爸生了儿子,让妈妈早点跟爸爸离婚。 虽然爸爸是个不可靠的人,但是月月不想爸爸和妈妈离婚,月月不想没有爸爸。 月月只是想让朋友圈的家人们给月月出主意。 说到伤心处,我的眼泪像两条汹涌的大河,冲刷着我肿胀的脸颊。 如果有地方,相信爸爸一定会立马钻进去。 一阵尴尬过后,叔叔阿姨们提醒我并解释,朋友圈发这种不适当的东西是违法的。 不过因为我年纪小不懂事,又及时删除了,所以只是对我进行口头教育。 这下大家都知道爸爸背叛婚姻的事情了,对他更加鄙夷。 因为我和妈妈的坚持,事实摆在眼前,爸爸只能进去唱五天铁窗类。 靠着两颗牙给妈妈换来五天的时间,我觉得很划算。 现在不是心疼我的时候,看完医生,我把妈妈劝去了公司,并且告诉她,公司有几个关键岗位上的人都是万灵的亲戚。 妈妈不敢耽误,请来朋友帮忙,找了两个身强体壮的女保镖照顾我后,匆匆去公司处理事情。 爸爸应该算是网上所说的凤凰男,家里经济条件很差,只有一个寡母含辛茹苦地供她上学。 妈妈家里条件也不算特别优越,但好在外公的单位曾经给她分过一套房子,房子在市区,位置还算不错。 爸爸和妈妈毕业结婚之后,外公把房子卖了给他们做本钱。 靠着这笔钱,他们将一个夫妻荡小作坊发展成如今市值将近十个亿的工厂。 妈妈虽然很聪慧,在公司事务上得心应手,处理得井井有条,但她非常重感情。 上辈子,爸爸就是利用自己和我跟她打感情牌,哄着她净身出户。 妈妈以为她可以从头再来,可这世界变幻莫测,她带着我这个小包袱,又有万灵在后面紧追不舍,别说创业了,就是养活我们母女俩都很艰难。 好像孩子永远都是大多数妈妈的软肋,若不是为了我,妈妈怎么可能甘愿放弃她打拼多年的成果呢? 我不想重蹈上辈子的悲剧,这辈子换我来守护妈妈。 在那里面待了五天,想必爸爸对我和妈妈已是恨之入骨。 出来之后,她连家都不回了,公然住起了她为万灵母子打造的温馨小窝。 因为视频的事情,爸爸成了公司里的笑柄。 妈妈说,爸爸出来后去公司上班的第一天,就像一只黑猩猩闯入人群,被众人围观,悄悄议论。 更有一些愤世嫉俗的阿姨在背后偷偷骂她,朝她翻白眼。 刚从铁窗中出来,又遭受这样的气,她在公司大发雷霆,差点把这些人赶出公司。 当然,这些都被妈妈制止了。 直到妈妈将万灵的亲戚都赶出公司,爸爸和妈妈大吵一架,他们彻底撕破脸皮。 爸爸知道靠打感情牌再也无法让妈妈净身出户,便愿意分妈妈一半财产,跟妈妈和平离婚。 妈妈从爸爸的私人医生那里得知了爸爸的病情,知道她即便手术成功,也时日无躲,更加不可能同意离婚了。 这些都证实了我和妈妈所说的话,妈妈再也不会相信爸爸。 爸爸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,就这么和我们耗着,可她根本耗不起。 妈妈根本不同意和平分手,于是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。 妈妈牵着我的手向工作人员哭诉,虽然是她有错在先,但我和女儿都愿意原谅她。 我们感情那么好,不能因为她在婚姻中犯了一点小错就放弃我们的婚姻。 俗话说,宁拆十座庙,不拆一桩婚。 我请求驳回她的离婚申请。 我也哭着说,爸爸,月月舍不得你。 爸爸一脸晦气,他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和妈妈感情破裂了。 他和万灵的那些事,只能证明他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,但是妈妈和我都愿意原谅他呀。 妈妈以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包容他的那些破事,只希望他能够回归家庭。 拉扯了好长时间,他第一次诉讼离婚以失败告终。 爸爸在想,离婚只要妈妈不同意,就得等到六个月之后才能再次起诉,他根本等不了那么久。 妈妈说,爸爸背着他从公司拿很多钱出去,他在为万灵母子俩谋话呢。 他怕自己死了,万灵母子拿不到一分钱,他甚至私下里立了遗嘱,要把自己的那部分财产留给他的私生子。 我很担心,问妈妈,你为什么不阻止爸爸?妈妈告诉我,别想太多,外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 我绝对不会让毫不相干的人占我们一分便宜。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,事无巨细地跟妈妈说了一遍,爸爸再也骗不了他。 我相信以妈妈的能力,吃不了亏。上辈子我和妈妈太惨了,不是我铁石心肠,我一分钱都不想分给那对母子。 爸爸的所作所为实在让我寒心。他一直不回家,我只能去他和万灵母子的住处找他。我知道他们住在哪里,他将万灵母子安排在我们这里首屈一指的别墅区里。 我上辈子也曾经来过这里,不过那时候我是来求万灵的。我跪在他们的别墅门口,祈求他能宽宏大量,放我和妈妈一马。可惜他一脚将我推倒在地,精致的高跟鞋底踩在我的半边脸上,笑得无比灿烂。 他说这是报应,谁让你妈不要脸,插足我们的爱情。他尖尖的鞋跟,戳得我脸生疼,有些看热闹的人听了他的话,更是吵我吐口水,骂我不要脸。 他让我给他下跪,就放过妈妈,我真的跪了,他笑得更欢快了,扶着他的儿子笑得花枝乱颤。那张看似人畜无害的寡蛋脸,看得我恶心欲吐。如今换我来收一点利息了。 我带着妈妈给我的女保镖,拿着她和爸爸的照片,一路从门口问到他们住的别墅前。他们门大开着,上辈子在我和妈妈面前耀武扬威的女人,正带着她和爸爸的儿子在门口院子里浇花,一片宁静祥和的样子。 万灵阿姨。万灵看到我的第一眼,闹了好一会儿。看到我背后跟着好些个抱着小孩来看热闹的阿姨、奶奶们,脸颊上更是浮现一层飞红。 泽泽,我就说她老公怎么经常不在家,她还舔着脸跟我说人家是公司老总,生意忙每天飞来飞去。原来就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呀,真是不要脸。 看她人平时温温柔柔的,没想到私下里居然是那副模样,真是让人大开眼界,人不可貌相。 有些人表面上看着不错,可谁又能知道她背地里究竟是人是鬼呢? 这种品行不端的人以前是不了解,以后大家可千万别再与她往来了,免得带坏咱们的孩子。 他们的议论声让万灵回过神来,她洋装不认识我,连连说到我找错人了。 可这睁眼说瞎话,也得看别人信不信她呀。我照片都给大家看过了,大家肯定是不会信她的。 这些阿姨奶奶们说的话越来越难听,她恼羞成怒,驱赶我们,让我赶紧离开。 我抹了抹眼泪,开始向她哭诉。 万灵阿姨,秋秋你不要让爸爸和我妈妈离婚好吗? 只要你肯离开爸爸,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 你不是喜欢爸爸的钱吗? 我也有很多压碎钱的。 我啪的一声,把抱在怀里的存钱罐摔碎,里面散落一地的一元,五毛硬币。 我一个一个捡起来,捧了一把放到她手上。 周围人的唏嘘声更大了。 她儿子元宵扑上来要打我,我一把扯住她的耳朵,疼得她嗷嗷直叫。 万灵想帮忙,却被我的两个保镖制止住了。 我边哭边骂,边骂边踢,挠,抓,凝。 我像被激怒失去理智一般,发狠的死死抓住元宵狠揍。 没有她,爸爸就不会抛弃我。 她抢了我的爸爸,多怪她,多怪她。 女孩子小时候发育比较快,比我矮半个头的元宵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 她被我揍得嗷嗷直叫。 她不是我弟弟,她是魔鬼,出生就带着原罪。 她和她那不知廉耻的妈,夺走了我和妈妈的一切,还丧心病狂地反过来报复我们。 为了给万灵扭转局势,渐渐懂事的元宵花钱找人在我的学校散播谣言,说我妈不要脸,拆散他们一家,害得爸爸因此丢了性命。 甚至还有小太妹把我关在厕所,撕碎我的课本和作业,诬陷我考试作弊,在我回家的路上找人泼我干水。 她从骨子里就已经坏透了,我不会因为她,还是个孩子就放过她。 爸爸赶来时,元宵已经鼻青脸肿,一身狼狈。 万灵抱着儿子,哭得梨花带雨。 爸爸举起手来,还想打我,我的保镖把我护在身后,警惕地看着爸爸,双手握拳,时刻准备着在爸爸出手时制住他。 我脑袋钻过两人的缝隙,朝爸爸耿着脖子说,如果你还想进警局,你就打来啊。 你打死我啊。 你上次打掉了我两颗牙齿,这次你又想打了是不是? 我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家,我做错了什么? 你不知减点,跟别人勾勾搭搭,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运,碰上你这样的爸爸。 热闹的人太多了,围了我们满满一圈。 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万灵和爸爸如何如何不知羞耻。 如今,他们只值点点的对象换成了爸爸和万灵。 我的话也让他气得捂住胸口,摇摇欲坠,最后气得一头栽倒在花园里。 没想到爸爸如此不尽气,这就晕倒了。 我立马哭着喊着打了急救电话。 急救车过来,万灵还想带着他那鼻青脸肿的儿子跟我们去医院,我一把将人推了下去。 爸爸急火攻心,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反应住院了。 他癌细胞扩散得更加严重了,医生说如果不立马手术,很可能连这个月都过不完。 立刻手术的话,能有30%的成功率。 当然,手术成功最多也只能多活个一年半载。 爸爸醒了,看到我的第一眼,他还想骂我,立刻就被妈妈狠狠甩了一巴掌。 既然都躺床上了,就给我老实点吧。 爸爸目自欲裂,奈何他如今虚弱得走两步兜船,如何是妈妈的对手。 我将他按到床上,把医生的话转述给他,问他的意见是什么。 我不知道上辈子他有没有做手术,反正没多久,他就死了。 爸爸脸色灰白,看得出他很难过。 不过这跟我和妈妈又有什么关系呢? 反正随便他怎么选,早晚都逃不过一个死字。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做手术。 奇怪,像他这样贪生怕死的人,只要有一分生的机会,他都不会放过。 奶奶去世的早,如今他只有我和妈妈两个直系亲人。 妈妈给他签了手术同意书。 他提出手术之前想见万灵和元宵一面,被妈妈坚决拒绝了。 他还想电话联系对方,可惜他的手机也被妈妈没收了。 他妈妈咧咧,将病房里的东西都砸了。 我拉住妈妈的手,既然爸爸这么想,就让他们过来吧。 妈妈有些疑惑,他只是觉得那对母子让人心里不舒服。 不过见我坚持,妈妈也就同意了。 万灵带着元宵来到医院,元宵扑到爸爸身上,嚎啕大哭。 正巧医生带人过来查房,我主动给他们介绍万灵母子的身份。 迎着众人的目光,万灵那一张寡淡的如小白花般的脸蛋,尴尬至极。 尤其是他和爸爸生的儿子,看上去并没有比我小多少。 爸爸的脸色也很难看,他积攒了这么多年的面子和礼子,在这段时间里丢得差不多了吧。 我红着眼睛跟医生哭诉,虽然爸爸做的都不是人事,但是又不想爸爸死。 叔叔阿姨,你们一定要救救爸爸。 爸爸的脸都绿了,这才哪到哪呢? 妈妈又联系了公司的一些中高层,过来探望爸爸,医生一走,他们就来了。 万灵拉着元宵就想走,早被妈妈给我的女保镖们拉住了。 既然爸爸想让他们过来看他,那就看个够吧。 公司的人走了,还有爸爸的同学,小学同学,初中同学,高中同学,大学同学,妈妈不管知不知道,都想办法联系了,来了一波又一波。 每来一次,妈妈就贴心地给他们介绍一次。 爸爸被扒得毫无隐私可言,社会性死亡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。 万灵也好不到哪里去,他的儿子元宵更是拉着脸, 躲在角落里不说话。 妈妈端着保温杯,轻轻抿了一口,说道,老家还有几个远房亲戚,如果你喜欢,明天也可以叫万灵带着孩子过来。 爸爸有气无力地赶万灵母子走人。 爸爸终于老实了。 等待手术的时间是漫长而煎熬的。 也许是爸爸闲得无聊,又也许是他异想天开。 他拉着我的手,苦口婆心地说, 月月,萧萧是你亲弟弟。 爸爸就这么一个儿子,他是咱们老原家的根,你就不能好好对待他吗? 我拉下脸,以前真不知道他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么严重。 我从口袋里掏出之前被他打落的两颗牙,放到他面前晃了晃,你觉得可能吗? 爸爸恼羞成怒,谁家父母不打孩子,爸爸对你已经够好了。 你看看我们老家,哪个女孩子的日子能过得像你一样。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。 他的话真让我恶心。 爸爸,我觉得你挺不要脸的。 靠着外公的资助创业,趁着妈妈怀孕时出去找女人,私生子都只比我小半岁。 如今自己快死了,又想忽悠妈妈净身出户,给私生子疼位置。 说你对我够好了,可我半分都没有感觉到。 你自认为素质高,层次高,其实你满脑子都是封建于府的观念。 什么好东西都想从我妈这里捞,去给你外面的儿子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差劲的老男人,像你这样的老东西,死了估计都得下地狱。 爸爸颤抖的手指向我,我一巴掌把他的手拍下去,你以前怎么教我的? 用手指别人,一点素质都没有。 你你你你,半天没说出话来。 我嫌他说话磕疤,直接塞了一块没削皮的苹果进他嘴巴,闭嘴巴,贱人。 还想洗脑让我好好待他的私生子,他真是对自己自信得很。 如果没有上辈子的记忆,还真是信了他的鬼话。 终于到了手术这天,他被推进了手术室,我和妈妈等在手术室门口。 也许是上辈子早就知道他的结局,我一点也不紧张,甚至有种隐秘的期待感。 万灵居然也带着元霄来了,我站起来,元霄刷的一下躲到了万灵身后。 我轻轻吃笑一声。 胆小如鼠的我。 妈妈面无表情地瞥了一眼万灵,也没有说话。 万灵勉强笑着上前解释,我来看看老袁。 妈妈直接把他当成空气,没有再给他一个多余的眼神。 从早上到下午,手术室的灯终于有了变化。 片刻后,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,围守的医生脸色非常严肃,看向我和妈妈的目光里更是多了一丝怜悯。 有什么话早点跟他交代吧。 后面传来一声惨叫,我回头看去,只见万灵蹲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 爸爸手术失败了,他被重新退入病房。 医生说他时日无多,让回去准备后事。 爸爸面色惨白,一股死气笼罩着他。 看到万灵和元宵,他的眼里迸发出惊人的亮光。 潇潇,我碰的一声将房车门关上。 还潇潇,回去等死吧。 将爸爸送进他原来的房间,妈妈开始有条不紊地为他安排后事, 甚至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询问需要几个骨灰盒,用什么样的。 只要一想起上辈子我和妈妈的惨剧,看到爸爸如今生不如死的惨样,我心里就畅快。 我如今正值暑假,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陪着爸爸。 我守在他的病床前,跟他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事情。 万灵母子俩又来了,不过被妈妈赶了出去。 你知道他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吗? 他在你给安置的那个小区里人人喊打,过街老鼠也不过如此了吧。 他还想搬走呢? 可惜妈妈冻结了你名下的所有财产,他的付卡肯定是刷不了的了。 等你的丧事办妥,妈妈有空了还要打官司,把你用在他身上的钱,一分一分拿回来呢。 他花出去多少,妈妈就会让他吐出来多少。 爸爸死死地盯着我,发出沙哑的声音,消消消消消,都快死了。 他想的还是外面的私生子。 我忍不住冷笑。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立了遗嘱,就万事大吉了? 你那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,还不一定呢? 都说私生子享有继承权不错,可谁又能证明元宵是你亲生的? 你以为你们私下做过亲子鉴定,就可以高枕无忧了? 妈妈咨询过律师,你们那张鉴定一文不值。 遍葬一条龙妈妈都已经给你预定好了,没有妈妈和我的允许,万灵根本就没有机会给元宵做司法鉴定。 元宵和万灵分走我们一分钱。 爸爸整个人都在抽搐,抖了半赏才慢慢平静下来。 他的眼睛里都是恨意。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,我已经在他那充满恨意的注视下死了千百次。 我们做错了什么? 不过是不想别人分走,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罢了。 上辈子,但凡爸爸有一点良心,不要那么酸鸡妈妈,我们都不会过得那么惨。 我们落到那样的地步,他才是罪魁祸首。 我迎上他的目光,你就等着看吧。 当天半夜,爸爸就去世了。 最后这段时间,他活得并不轻松。 我想,如果我没有气他,他可能会多活一两天吧。 我承认我就是存心的,我就是不想他舒舒服服地走。 凭什么? 他做了那么多伤害我和妈妈的事情,还能全身而退。 我偏不让他趁心如意,我就是想让他临死都放不下万灵母子。 妈妈有条不紊地安排他的后事。 从火葬场回来,就遇到找上门的万灵母子。 知道爸爸去世了,万灵母子伤心欲绝。 不知道他们有几分感情是真,不过以后没了爸爸养他们,多少应该有两分真心在吧。 妈妈也没有阻止他们,爸爸的葬礼,他们全程都参与了。 爸爸的后事办完,遗产问题提上日程。 万灵说,元宵是爸爸的亲儿子,要继承属于爸爸名下的那部分财产。 可惜口说无凭,他拿不出证据,我和妈妈根本不认。 爸爸都化成灰了,还能翻出骨灰盒,跟元宵做亲子鉴定不成。 他不仅拿不到所谓的遗产,之前花在他们身上的钱也要还回来。 妈妈毫不客气地将之前收集好的证据提交上去。 爸爸花在他们母子身上的每一分钱,都是属于他和妈妈的共同财产。 万灵有义务将这些钱还回来。 首先是放在万灵名下的那套别墅,再是那些大额转账,爸爸给他买的那些金银首饰,奢侈品。 一条一条的证据摆在面前,不是万灵一句自愿赠语就能抵赖的。 万灵晕头转向,有人给他指点迷津,他居然带着家常理短的调解栏目,找上我和妈妈。 他声泪俱下地,在镜头面前哭诉,妈妈如何绝情,如何在爸爸死后对他们母子赶尽杀绝,妄图以舆论之力让我和妈妈屈服。 真是天真,以为人人都像他那般三观扭曲,会同情他吗? 主动将自己最为不堪的一面展露在大众眼前,这样的人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到。 不同情谁不会呢? 更何况我和妈妈本就是受害者一方。 妈妈拉着调解员肃起苦来。 月月仅仅比那孩子大半年。 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撕混了这么多年。 我在月子里都没放下常理的事情。 刚起步的时候,事物繁多啊。 财务、采购、客服、车辆调度,哪一样不是我在背后操持。 出月子的第一天,我就骑着小电驴去跑税务。 回来的时候遭遇大雨,为了省一点打车的费用,我带着孩子愣是在桥洞底下等到天黑。 创业和其艰辛,这些都是妈妈曾经真实经历过的。 说到后面,妈妈也红了眼眶。 妈妈耗尽心血打拼出来的成果,万灵只看到妈妈人前的风光,却看不到妈妈背后付出了多少。 在妈妈为了场子四处奔波的时候,爸爸却能挤出时间在外面胡来,叫人如何不愤怒。 妈妈只是守住自己的合法财产,一点错都没有。 万灵改口说自己也是被爸爸所骗,在这之前根本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。 因为创业,我出生的时候爸爸都三十多岁了。 一个事业小有成就,样貌也不差,又不能时常陪伴在身边的男人,他凭什么会认为他单身呢? 大家都心里清楚,这种话骗骗小孩还差不多。 他的否认在镜头下显得极其无力。 他求妈妈看在爸爸的份上,不要对他们母子俩这么绝情。 我们已经这么富有了,我不求元宵能继承爸爸的那部分财产,只求妈妈从手指缝里露一点给我们,一点点对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影响。 他巧舌如簧,说得极其可怜。 可惜,做决定的人是妈妈,不是那些调解员和摄影师。 妈妈讲完以前的事情,随即把爸爸生前为万灵花费的那些证据摆在镜头底下。 几百万的别墅说送就送,几十上百万的豪车给他换了一辆又一辆,前前后后给他花了几千万。 甚至元宵上的贵族学校都比我上的小学贵几十倍。 他们母子的小日子过得比我和妈妈肆意多了。 这样的调解节目播放出去,对万灵一点作用都没有,甚至给他招来了一片骂声。 有八卦之人更是顺着网线,扒到了万灵的社交平台账号。 几乎每一个动态都能感受到他的奢靡作风。 他在网上晒豪宅、豪车、珠宝,心情不好就去专柜疯狂购物,说走就走的旅行随时开启。 今天打飞得到东京吃刺身,明天到伦敦喂鸽子。 在他的包装下,俨然就是一个养尊处优,要什么有什么的贵妇。 靠着炫富,他在平台上倒是积累了十几万的粉丝。 不少人还在底下留言表示羡慕他呢。 前后人设的天壤之别给他招来无数骂名。 无数网友涌入他的平台账号底下骂他。 可能是承受不住网友的攻击,万灵很快清空了他账号上的所有动态,设置成私密账号。 我也只是偶尔抽出时间来关注他们一下罢了。 知道他们过得不好,我心情就舒畅。 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官司,他的别墅和名下所有豪车、珠宝、奢侈品都归还回来了。 已经花出去的钱也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还回来。 妈妈转手把别墅便宜处理了。 买家将他们母子从别墅里赶出来。 元宵的贵族学校也上不起了,没过多久,他从那个学校退学,转入一个很一般的民办小学。 万灵一直靠爸爸出钱养活,他没有工作,也没有经济来源。 大手大脚惯了,他手里握着的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用。 无家可归的人便成了他们母子。 因为到期未归还判定的钱财,万灵成了失信人员。 他养尊处优那么多年,又没有一记之长傍身,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。 寒冷的冬天,万灵衣着单薄,带着元宵找到家里。 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,哭着求妈妈原谅他。 我约过妈妈,上前表示如果他给妈妈下跪,我可以给他一笔钱。 犹豫了一下,万灵拉着元宵跪在妈妈面前。 妈妈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,连忙避开了。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吧。 再怎么样,妈妈也不会毫无底线地侮辱一个女人。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扔给万灵。 这里面有五万块钱,你去把元宵的信改了。 如果是以前,五万块钱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叠,可今非昔比,这笔钱对他来说算是巨款了。 他给元宵改了户口,把照片寄过来给我们。 我特意挑了个空闲时间,带着照片去爸爸的墓地烧给他看。 不知道他是否能看到,如果看得到,他应该会再次起晕吧。 他在临死之前还在为那个儿子精心谋划,而我和妈妈如今仅仅用五万块钱,就能让万灵毫不犹豫地改掉儿子的姓氏。 我要求着妈妈也去把姓改了,这也算是彻底与爸爸在上辈子划清界线。 后来妈妈说,他在几次酒会上看到过万灵。 万灵还是那副寡淡的如小白花般的模样,身边的男人换了又换。 年老色衰后,他支起了一个小贪来养活自己。 至于元宵,从小就有偷鸡摸狗的恶习,长大后也改不了这些坏毛病。 因为偷到几次进进出出监狱。 在他18岁那年惹到了硬查,被人砍断了一只手,两只眼睛也瞎了,算是彻底成了废人。 我和妈妈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,他们的日子也不过如此罢了。 你看法于予护狗。 我跟老島有阻瓦 Burka的队子有差点。